场上就剩两个选手了 两个人 《精灵捕手》 你已经知道了是彭雪如 那么漫窑超人 其实就是刘晓宇 刚刚跟这个名人堂 过招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起敬 所以我接下来 就选择我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 《精灵捕手》 我相信是彭雪如 所以你要再战一轮 再战一轮名人堂 我讨厌的机会有点高啊 好吧 既然陈岳做出了选择 请揭晓《精灵捕手》 《精灵捕手》 《精灵捕手》 就是留下了文字密码的彭雪如 来 有请彭雪如出场 欢迎雪如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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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雪如 我又回来了 其实陈岳学长在哈佛 是非常有名的风云学长 不感到 我不感到 那另外呢 董月学长呢 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工作 那我也曾为妇女署工作 我想我们都是在努力地 去成为世界公民 正是因为有这样 优秀的前辈在前方 在我的心里呢 他像是灯塔 像是火炬 让我们这些后辈 在推动国际关系 以及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的路上 感到并不孤单 这也是为什么 我选择成月 以提会友 你真的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这个我也觉得小师妹 几日不见不仅瘦了 更会说话了 那我就要问一下 心灵捕手这个关键词 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心灵捕手啊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我非常喜欢 电影里当中的一句话 它说我们有的时候 可以用标签去认识你 但认识那个人并不是你 除非你自己愿意 谈一谈你自己 否则没有人 认识你 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都在做一件事 就选择停下来 慢下来 静下来 花一点时间 去跟自己对话 所以我希望 可以多听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自己的心灵捕手 这个意思 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 和一个希望 我觉得雪茹特别努力啊 就是她现在在哈佛 是一名优秀的研究员 这上一个我知道 特别优秀的研究员 就是高晓松老师 我觉得就像我们哈佛的校训一样 真理是我们在所有前进道路中 唯一要追求的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 也让我们以这个口号 站到底 两位 今天在现场 就让我们以知识为鉴 好好地来一场较量吧 准备 准备 打击个声 刘月 指的是农历几月份 指的是石榴花开的季节 五月 人工降雨中常利用到哪一种化合物 点花银 前堂石井之一的六桥烟柳 是西湖哪座堤坝上的景色 以苏东坡命名的苏堤 在国际贸易术语当中 EXP代表的是什么 EXP出口 手机 袋子 都是我国古代 对哪种物品的称呼 毛笔 是戒指 袋子 手机 好的 没有想到这么快 融错拳就已经使用完毕了 答题继续 为他们加油 手工沙中的手工 指的是什么动物 这种动物吃上红沙之后 全身会成红色 所以是B虹 漂亮 有气势 哪位意大利艺术家 因为一生都执着于画瓶子 而被称为瓶子画家 这个是之前跟引起攻略 火过一把的 因为有一个色系 用他的名字命名 莫兰迪 水浒名将官胜 应使用哪种武器 而有大刀官胜的绰号 官胜自取为官羽的后代 所以是金龙夜月刀 好 在英文中被称作约伯的眼泪的 是哪种作物 Jobstir也有叫做Davidstir 他的指的龙作物就是一名 在中国三皇五帝的传说中 哪位帝王教会了人们 鱼猎序幕 是 女王的哥哥 胡锡士 好的 曹执北马片中 捐躯复国奈 下一局 视死乎如归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世界最懒国家 是哪个国家 据说这个国家六成以上的人 从来不运动 Covic 二维码发明 最早应用于哪个交通行业 飞机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本节目由咸哥小小脆特约播出 咸哥小小脆又小又脆 一战到底由中国健康酒典范 夜岛海盲酒赞助播出 各位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 和利好下面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 实实有趣的节目互动 届时更有机会获得 由思念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是的 也欢迎大家 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二维码的发明 最早应用于哪个交通行业 飞机 飞机 喝知识 讲知识 恭喜你成为本场的知识达人 再说一句我觉得在哈佛特别让我受用的一句话吧 就是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Not as if you live forever 所以今天在这舞台的较量非常精彩 然后和两位名人堂选手过招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体验让我就很足够了 祝每一个像程月 像我这样的体验派 或者是玩物励志的朋友们 人生都可以无悔 无憾 无怨 祝福大家 再见 来 掌声动给彭学如